欧洲中世纪史第十版 作者 美国朱迪斯本内特 沃伦·霍里斯特 杨宁·李韵一志 行会与家庭 无论是因为十字军东征的余热 还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 对犹太人迫害之惨烈 使得其他事情相行之下都是小事一桩了 其中之一就是犹太人不能参加行会 行会对中世纪城镇来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些商人组织起来 从贵族的手中争取特权时 一些最早的行会就诞生了 之后 这些行会就一直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 换句话说 如果要加入到城市政府 通常就需要加入某个或某些有影响力的行会 其他的行会也很快发展起来 特别是工匠行会 这些行会都具备许多功能 社会交际 慈善事业和执行教规 其中在经济方面的功能才是最主要的 为了限制竞争 保证质量 行会其实是各行会的师傅们提出了很高的入会条件 以及对价格 薪资 品质与操作规范等方面的严格要求 师傅们经营着自己的行当 同时 监督着其他两种工匠 年轻人在师傅开的店铺里通常要先当学徒 学徒期可长可短 最长的有时候要七年 结束之后才可能出师开店 另外还要靠运气和父母的财力 一般来说 出师的年轻工匠在开店之前 还得花几年的时间受雇余人 打打零工 一方面磨练技艺 一方面筹集资金 这些人被称为熟练工 即短日工 有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当上师傅 开自己的店 在13世纪经济开始萎缩之后 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了 之后 许多工匠不得不一辈子受雇于别人过活 一位工匠要经历三个阶段 学徒期 为人打工 当上师傅 这只是许多男性工匠要面临的生活 很少有女性也要经历这些 偶尔会有女性进入一个男人的行当当学徒 但是一般来说 他最后会和一个师傅结婚 而不是自己当上师傅 有些女性行业 虽然也形成了行会 也有女师傅 熟练工和女学徒 但这些行会通常全部或部分由男性管理 而且 女性行会的数量本来就很少 只在少数几个中世纪城市里出现过 对大多数商人和工匠来说 商铺就是自己的家 换句话说 制造 出售货物的地方 也就是他们过日子的地方 吃饭 睡觉 家庭生活全都在一起 城市里的这种家庭和农村家庭有几分相似 都是一个屋子里装着一整户人家 除了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外 工匠的店铺里通常还住着学徒 仆人和寄宿者 中世纪的店铺里 事业和家庭生活界限非常模糊 有时候对女性有好处 一个师傅的妻子和女儿 通过观察 练习和实际操作 也可以学到学徒们学到的技术 当然 学徒学来的技术是得到正式承认的 而师傅的女儿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东西 却得不到正式承认 不过 家和工作兼合 而唯一为中世纪女性解决了一个 现代女性颇为头痛的问题 照看孩子 因为孩子在摇篮就放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要照顾起来很方便 和农村孩子一样 城里孩子也很小就开始工作了 只要他能够跑跑小差 在工作椅上做点小活 或者帮忙看店 他就开始工作了 从小工作虽然辛苦 但好处不少 孩子们跟在父母身边干活 能学到很多的工作技巧 到了十几岁时 很多孩子就跑到别处做学徒 或者当仆人 也有些人在家干活 或者当熟练工 孩子长大之后 通常会继承父母的事业 本来男孩子学父亲的手艺就是尝试 女孩子的婚姻也会有相似的方法来安排 家庭关系就这样 通过贸易关系和行业关系得到了加强 十二世纪伦敦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通过十二世纪末的伦敦 来了解中世纪城市生活的大致面貌 当时伦敦的人口有四万左右 是不列颠诸岛最大的城市 和整个西北欧的首要商业中心 英国有许多主教 修道院长和公爵 都在城市里有房子 国王也在威斯敏斯特西区的宫殿里 处理他的大部分事情 十二世纪末的伦敦 有139座教堂 每个小时都能听到钟声 伦敦的街道非常狭窄 大部分都铺上了石板 整天都挤满了人、狗、马和猪 半个世纪前 有个法国王子在巴黎 因为坐起被一头猪绊倒而摔死在街头 街道两旁挤满了房屋和店铺 大多数都是木结构的 在缝隙处填着稻草 火一直是个安全隐患 但在一个十二世纪的居民看来 伦敦是一座极其繁华 日新月异的大都市 泰晤士河上的木桥 正在被替换成一座 全用石块砌成的桥 街上有清洁工 每天清除垃圾 城里还有英国唯一的排水系统 街道中心有排水沟 十二世纪早期 城里甚至还造了一个公共厕所 就今天的标准而言 当时的伦敦是个又小又脏又臭的火灾高危地 但十二世纪的伦敦人 却以他们的城市为骄傲 其中一位名叫威廉·费斯史蒂芬的市民 在1175年这样赞叹道 伦敦享受着新鲜的空气 独行着基督的教诲 它拥有坚固的城房 以及自然优美的环境 市民以它为荣耀 女人含蓄有礼 伦敦是座幸福的城市 不仅百叶巨星 还有养育高贵人物的摇篮 中世纪所有的城市 都设有城房 而伦敦的城房系统 比别的城市更加的坚固些 城东有座伦敦塔 城西有几座坚固的城堡 另有一段很长的城墙 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塔楼和城门 城墙之内各地的货物琳琅满目 俄罗斯诸国出产的毛皮 阿拉伯的黄金 中东的香料 埃及的宝石 中国的丝绸 当然还有法国出的酒 城里另外还生产出售许多廉价的商品 其中包括中世纪的快餐 街边酒铺出售的麦芽酒 从法国归来的商船上直接卖出的酒 小贩出售的糕饼 另外还有盐河一带的食品店 威廉·富斯史蒂芬写道 你可以在那里根据季节不同来寻找美食 各种不同的做法的肉 有烤的 有烤的 有煎的 煮的 大大小小的鱼 穷人吃的更粗糙的肉 富人吃的更精细的肉 比如鹿肉和大大小小的秦类 威廉·费兹史蒂芬还描述了伦敦人的闲暇生活 奇迹剧 狂欢节 体育比赛 费兹史蒂芬还说道 人们在寒冬腊月天就跑到结冰的泰晤士河上 有的人在冰上越跑越快 最后两腿分开 斜着身子也能滑行很远很远 有的人在大块的冰里挖出个座位来 接着另外一个人拉着他的手 把他连人带座椅拉着跑 他们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有时候脚一滑就会摔个嘴啃兵 另一些人要更协调些 他们把动物的颈骨垫在脚下 牢牢地绑在脚踝 手持末端装有铁皮的手杖 时不时敲击着冰面 这样 他们的速度就像鸟儿飞一样 关于女性 威廉·费兹史蒂芬只写了一句含糊的话 这座城市的女性都非常像萨冰人 在罗马神话里 萨冰族女性是罗马男性的受害者 罗马的男人找不到女人 就强行抓住萨冰族的女性 并与之发生关系 导致她们怀孕 可贵的是这些女性最终处理好了 她们愤怒的父亲和实际上的丈夫之间的关系 费兹史蒂芬所要表达的可能是最高程度的褒奖 她大概指的是 伦敦的女性对丈夫和父亲都无比忠诚 作为一个骄傲的伦敦人 威廉·费兹史蒂芬强调了伦敦的优点 粉饰了她的缺点 她说伦敦的空气无比新鲜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伦敦早在十二世纪就有烟雾的问题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威廉·费兹史蒂芬的那种热情 有一位十二世纪的法国犹太商人 对一位即将前往英国的朋友如此紧不说 你到英国之后 如果要经过伦敦就要赶快穿过去 世界上任何地方污秽邪恶的东西在那里都找得到 注意别碰上了皮条客 也不要和餐馆里的人混在一起 不要赌博 不要看戏 不要进酒馆 你在伦敦听到的牛皮会再比整个法国听到的都多 如果你不想和作恶的人住在一起的话 就别住伦敦 也正是这个商人对英国的其他城市也颇有微词 在艾克赛特 人和野兽吃同样的食物 在巴斯 躺在污浊的空气和硫磺烟雾之中 好像到了地狱之门 在波比斯托 所有人都是或曾经是做肥皂的 伊利周围的沼泽地 导致这座城市无论何时都散发着臭味 约克则满是苏格兰人 他们无比的脏乱 心机险恶 几乎不是人 中文字幕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